當COVID-19離開了我們之後 人們很快會善亡 雖然之前引起了很大恐慌 大家又要荒瘡醫院,又要工作,很辛苦 經濟又沒有了,過一段時間好像覺得 OK,我們可以變回正常的生活就沒事了 但是是不是這麼簡單 這些疫情就已經完全過去了 大家就可以變回正常生活 一個新聞出現之後 徹底不同了 就是怎麼樣呢? 突然間 我們聽到有一個叫做 楊曉明的先生 落網 落馬 什麼事呢? 原來 這一位是中國醫藥集團有限公司的總工程師 突然間落馬 大家就想一下 哇,大件事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當年 中國的 疫苗 這麼快做出來 其實是因為這一位的 科學家 發現出來的 楊曉明 楊曉明被稱為 中國生物 前董事長 也是首席的科學家 最重要是因為 他在新冠 病毒施藥的時候 所屬的中國醫藥 集團 很快地搞定了疫苗 成為了 國藥 疫苗之父 死了,突然間這種的所謂新冠的滅活疫苗 差不多全中國人都打完的時候 他就落馬 因為貪污 你想一下 你帶那些疫苗 喂 全中國人都打了 他落馬,因為貪污 那些疫苗有問題 可能是口供減尿 或者不知搞什麼 但是全中國人都打了 大不大件事 大家就想一下 喂 是不是有東西的 因為還有很多很多 蛛絲馬跡出現了 令到全中國人現在很起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發現了 打了疫苗之後 強制性的打 有很多新冠的後遺症 於是 大家會翻看 喂 這條有仔楊曉明 很快速地 超快速 破了歷史紀錄 搞出這個滅活疫苗 是不是 裡面很有料呢 哈哈 好了 跟大家報導一下 因為中國 疫情呢 其實 偷偷地 好像說 在中國又開始蔓延 五一期間 有很多地方的醫院 都有 求診的患者 那些醫院都說 叫虎蘭連天 糟糕了 你又來啦 大哥 現在夏天 還來 這樣搞法 大家很害怕 一方面就說 是不是有些人 去掩蓋 不讓真相揭發出來 有很多人在 不停地要疫苗 幫他 但是實際上 疫苗 不知道怎麼辦 不停地要疫苗 所以大家現在覺得 很害怕 很害怕 看不到真真正正的面 山西有些民眾就說 哎呀 這幾年 我們又很擔心 因為為什麼 深耿 老耿的人 增加了 突然間 他說我有那個 朋友五十多歲的 前年 都得到這些病 另外一個朋友 去年又得到這個病 接著就 一病就死了 花了很多 但是也不好 我們 都懷疑 是不是這個新冠疫苗 會影響了 打過疫苗 好像很多人都出事 老實說 人人都要打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打過出事 但是這些人就說 我之前沒事的 打了疫苗之後 身體很不舒服 接著這個又死了那個 慘了 大家現在很害怕 有很多人 又說 喂 死了很多人 排隊了 醫院那裏 都不准說 說是這個 新冠疫苗出事 看新聞 又沒有報導 搞到很多人 人心惶惶 這些事 當然不讓你報導 究竟是真 還是假的呢 有些人就說 近來感冒特別多 感冒到幾天 總是一直咳嗽 免疫苗好像變得那麼差 以前我們中國人不是這樣的 糟糕 新冠疫苗 顯示有問題 當 大家全民都打了新冠疫苗 亦突然有些人 不知什麼原因就已經大病 然後死亡的時候 很容易 開始的時候可能是謠言 因為你的訊息不流通 最嚴重的問題 你知道說什麼事 突然封了這個 說這個 封了你 封來封去封來封去 於是大家唯有猜測 誰就是 在這裏 打過新冠疫苗 每個人都打過這些疫苗 於是 他打過這些疫苗 所以有事 死得多噁心 他不知為何 進去醫院就沒有出來 這裏有很多情況 不斷傳 於是乎現在整個中國在不同的地方 都在傳這些問題 有些江叔說 我們接種了疫苗一年 有十幾人死亡 由十幾歲到幾十歲都有 那些疫苗 打了之後 出面有什麼糖尿病 白血病 脊髓病 脊髓病 貧血病 抹擦也有 開始的時候 在社交媒體抱怨 我打完這個新冠病 好像有副作用 有心臟病 然後可能有白血病 很多不斷傳 一直傳 官方都救不了那麼多 為什麼 有病也不可以說 是不是打了新X 疫苗 疫苗 打了X苗 大家都懂得用這些智慧 糟了 於是傳一下傳一下傳一下 不分年齡 不分國籍 總之只要你 在村內 或是你的鎮 或是你認識的朋友 突然間病 就是將這件事很容易轉嫁了下去 是的 這個新冠疫苗 記住香港也有很多人打了 哎 你是不是打了這個 不用怕 未必有那麼準 但是 怕好一點 哎呀 大件事 好了 打了國產疫苗的人 他說他會破壞他的免疫力 導致打疫苗的人 就會患上有 不同的 病症 有些人說 這裏有很多大人的小孩 不分年齡 現在排隊去看醫生 然後有些律師就說 哎呀我都認識一些律師呀 好朋友來的 他身體好好的 打了疫苗之後 2021年 2022年 都有一些不同的人 在深圳律師 是深圳律師來的 突然間死了 大家就說 撤死的個案太多了 估計這些全部都是新冠疫苗的後遺症 那麼 這大件事 那你 怎樣解決這個民眾的憂慮恐懼呢 人人都打過 當然啦 打完疫苗之後 你拘捕了那個發明疫苗那個 哎呀好害怕呀 你想一下 拘捕他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是說他在裏面貪污 他怎樣貪污呀 那就是說 譬如說10元成本的 他只剩下7元或者3元 嘩 這樣就得了 那真是有一批人 多虧他不少 這件事呢 因為他控制了 中國人全部要 指定一定要打 死了 於是你知道 一直都不是很信任 這件事呢 就死了 所以這件事真的要 非常之小心地面對 2023年10月3日 中國華南 理工大學 這個教授 邱勇才先生 在廣州第一醫院 去世 他只有40歲 臨終的時候他曾經做過 血幹細胞的移植 都做到很 很高級的方法去醫治 邱勇才在微信 朋友圈留下的說話是說什麼呢 大概是因為 打了新冠疫苗引發的 後遺症 但這個內容當然 一登出來就 關掉了 對嗎 二年五月 曾經試過有中國 三十多個省市的自治區的人 百血病 借發出兩封的公開信 披露他們 因為接種了這些 國產的疫苗 而得到這個 百血病 這些人不單止在上訪的過程當中 被打惡 而且你想向媒體求助 你別洗止意 不准報導這些消息 於是他們連律師都不讓他們 這些百血病在 控訴 我們打疫苗出事 包括這些 北京生物 武控生物 長春生物 智飛生物 全部都是用這些疫苗 真可憐 大件事 網友就說 現在我是一直感冒 極弱都不好 以前不會這樣 看起來差了很多 是不是疫苗有問題 當你有一個人問題 就這麼簡單 一直傳出去的 因為每個人都打過疫苗 喂 有什麼理由 我們好好的嘛 我們沒事的嘛 可能有一種 流行病出現 或者是有些什麼 大家現在總之不理了 聽到有人有事 就會說 對啦 打了疫苗啦 所以 慢慢爆出 這個科學家被人拘捕了 很嚴重的問題 大家很害怕 很害怕 那些人就說 我吃了這個感冒藥也不會治好病啊 為什麼呢 4月26日根據中共 全國人民 做給大會的常務委員會公佈 就 剛才我們說 中國生物前董事長 首席科學家楊曉明先生因為涉嫌 嚴重遺跡違法 已經被罷免全國人大 代表的職位 喂 涉嫌 嚴重遺跡違法 嚴重啊 你說多害怕 看看楊曉明的資歷 曾經是中國 863計劃 疫苗的首席科學家 聯合疫苗工程 技術研究 中心 以及 中國國藥 集團 首席科學家 首席 不只是疫苗啊 有很多東西啊 2020年1月 武漢爆發 這個 新冠病毒之後 楊曉明帶隊去武漢 實地就檢驗 48小時之內研發了第一批 試劑盒 隨後被中國官方推薦使用 2020年到9月的時候他又帶隊研發了COVID-19的滅活疫苗 2021年4月下旬 他就公開說中國僅僅用了98天研究到他們自己的新冠疫苗 滅活疫苗 厲害了 中國人好東西啊 然後楊曉明就曾經得到中國的官方方法全國 抗擊這個 新冠病毒的 先進 個人 獎項 厲害啊 很先進 很個人 而且在這個 中共 名單裏面 是譽為新冠疫苗之夫 大家就覺得這個 是一個偉人啊 但是 光環掃完一段時間 隱藏了很多問題 因為按照 我們一般的經驗來看 要做這個疫苗 從研發到上市 大家需要10年啊 10年時間啊 這個最快的速度 時間也要5、6年 不是 三個月 我說起來也害怕啊 研發出這個新冠滅活疫苗 開了這個業界人士 擔憂的 門 你死了 這麼快 你搞什麼出來的 那時候真的 很急要嘛 全世界都要 中國人有自己的疫苗打下去就沒事了 我不用求人家外面的 當時 拍了手掌啊 但是 究竟那些疫苗 行不行 裡面有什麼 禍根 你知道嗎 現在爆出來大家很害怕啊 楊曉明 現在就是62歲 在新冠 肺炎 期間的時候 他是用這個中國 醫藥集團 發展他這個疫苗 成為了這個當時得令最熱門的科學家 你知道啦 疫苗當然是賺了很多錢 在2021年一年就賣了1200億枝 一枝賺1元 今天是1200億 真的是 得盡的 當然 中國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用了很多錢來賣 中國醫藥集團這個公司 天價賺到 賺了很多錢 賺了很多錢 新冠肺炎的指出的話 也有一定的危險性 因為新冠病毒剛出現的時候 大家對他的特性的病理都不是很掌握得到的 因為新冠病毒不是一般的病毒 他真的可以令人 隨時撤死 所以呢 要走到這個免疫系統 不可以抗病毒的狀態 成為了萬性炎症的狀態 很難很難去搞 中國生物的新冠疫苗 立行的批發 由批准 研發到上市 只是用了330天 這個 不到一年時間就已經上市了 簡直是 超英趕尾 火箭的速度 但是 有沒有顧及真真正正的安全問題呢 現在 大家都不能夠去 理解到 裏面的底細 因為 並沒有清晰的報導出來 好了 正規的疫苗一般來說是要用10年的時間 現在說 一年都不到就搞定 究竟又賺了那麼多錢 又現在說抓了他 究竟是他亂弄 還是說裏面有很多是 偷工減料 就無理頭打到你的身體裏面 這件事很老實 每個人 百姓 排在隊去打 又不打 不行 打了之後又出事 很多人身體盤是很好的 突然間 打了這種疫苗之後 有些人就說 哎呀 我的身體是一日不如一日 然後有些人還死了 又免疫系統受損 這樣說 其實 就算是打以前 美國呀 歐洲發明的這些 疫苗 其實也有很多人 又麵炭又有很多這些東西 有的是不是 所以當時打了在香港 我們也會坐的 他們叫你坐一會 看看有沒有反應 才讓你離開 我記得我自己 我第一次 反應相當大 但是 很不舒服 但是沒有什麼大病 我老婆整個人 不可以 都暈倒了 整個人立刻不能動 整個人就躺在 就是這樣 也是正常的 後來就說 吃了一些Panadol 就可以好一點 第二次吃了 又沒事 人家教完 看了網絡 吃了Panadol 過去就沒事 所以 其實 正常來說 我們都看到 這些其實都沒有人知道 在網上教的 不是醫生說的 現實上就是 就算你用 其他的疫苗 那時候打 也有機會 中招 所以呢 有其他的 影響 因為這些太新 大家都不知道 不是用了十幾二十年 不是用了很多年的東西 不是很多案例走出來 總之大堆人已經打了 到時都很急 再加上國內的話 又是很封閉的消息 即是就算是不行的話 當時是不是全部都打了呢 所以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因為 整個中國 大家都現在開始 一直都是不信任的情況存在 再加上這個首席科學家 現在被拘捕了 又不公佈什麼原因 所以人心惶惶 傳來傳去 我就很擔心 因為 有兩個情況出現的 一 他原來真的疫苗出事 那你要去補救 那你現在不去報道 你就沒得補救 那很大問題 第二 他可能是 不是有事 那你那些人亂傳來傳去 那就 出現了很多矛盾的問題 所以 其實一定要是很真實地把這件事揭露出來 然後 說回來 老實 現在的公信力真的比較弱 我也不知道如何面對處理這件事 楊曉明被查之後 國藥的疫苗副作用已經漲入了 大家說可以爆發期了 現在已經是中期了 已經爆發了 這樣 這些是某些的報導 不能夠完全相信 國藥的新冠疫苗上市之後 中國大陸的民眾一般都是被強制要求打 兩至三劑 導致如果有後遺症的話 這些就很厲害 數量會幾何級數地上升 那麼 如果到了爆發期的時候 這樣就更加 就沒有辦法隱瞞了 如果真的有隱瞞的話 所以現在有些人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恐懼 中國突然間又爆發了一輪 就是這個 疫苗上面 引起的併發症 或者引起的後遺症 中國疫苗在生產和運輸過程當中 問題可能會出現過很多 這些 我在國內生活過 我可以告訴你 是的 很大風險 大規模生產的品質 可能會出現問題 因為當時是要減啊 要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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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做這些事 大家也害怕 在疫苗的試驗過程當中 有沒有行賄呢 有沒有走些門路 突然叫他快點呢 甚至乎中國也很想他自己快點呢 這些都是大家很疑惑的事啊 真是 你生活過在國內 他說沒有你信不信呢 楊曉明落馬 我覺得最好就是 快點說多些資料出來 讓大家 釋除質疑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情況一直蔓延下去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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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 那麼 那麼 再報導一下 說在這兩年裏面有關於病毒的話 很多跟新冠疫苗的專家 竟然已經死了 現在 不是過了很久 為什麼那麼多專家死了呢 包括了 北京的科興公司 科興大師 高級經理 曹曉斌 中國著名的病毒學家 原病毒學的國家的重點 實驗室的主任吳建國 中國核酸 檢驗的專家 白曉偉 抗疾中心流行 病的首席專家 吳專有 還有這個中國醫療集團的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曾斌 還有新冠疫苗的研究專家 趙震東 以及軍方微生物 流行病毒的專家周玉芯 當然從我們的角度就是絕對100% 不希望 有這些 不好的事發生 千萬不要 出現這些 疫苗原來曾經做過手腳 這大件事 問題是 其實在新冠疫苗 發生之前 我自己住北京 之前的小孩子打針 那裏已經發生過 疫苗 造假的 接著那個女人 做過疫苗公司 還被拘捕了 所以疫苗造假 在中國來說 並不是一個新的 新聞 有出現過 難怪使得所有的人 都不願意去打當事 因為 打了疫苗 就有人在賺錢 怎麼賺錢 於是 你現在吹了這個風 我覺得 政府一定要有一個方法去安撫 證明到 如果不是的話 這件事可能會形成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影響 大家相信了 嘩 真的 查清楚 告訴別人 究竟是不是疫苗有事 有事或沒有事都會報出來 大量蝙蝠多點去說這件事 而不是將它掩蓋了 你掩蓋了 那些人已經惡傳了 就更害怕 然後這個死過那個死過 可能會是另一個病 不是的 是新的 人心惶惶 因為每個人都打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這個新聞 為什麼呢 這個新聞 很多香港人都關注 因為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 那些藍絲 剛才突然有人說 你那些藍絲為什麼移民去日本 我從來都沒有說我是藍絲 我回答過一次 我就說 我肯定不是藍絲 那麼有趣 那些人都現在很喜歡的 那些藍絲 那些藍絲 尤其是那些禽獸 很喜歡藍絲 總之大家要非常小心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可能會 如果是真的話 人會很大很大的爆發 非常之小心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 點贊 訂閱 OK 拜拜